還要再拼一台毛 沒關係啊 先講 很多人問說什麼時候要退休 好像是沒有耶 就是 他就是喜歡拍片 可能做到一個粉絲願意拍的概念 對啊 就是他喜歡的事情 要過去第一次自己出來參加活動 當然也很開心能夠來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次的聯名商拍 還要再拼一台毛 蛤 沒關係啊 先講 先工作 哈哈貝皮 對對對 哈哈貝皮 日本的片子會相關的企劃會上嗎 目前嗎 對 好像持續一直都會有 然後就是 我們持續都有在拍啦 然後慢慢回來撿 所以持續都還是會有 所以之前現在有一些網友有針對 日本一些影片有一些 對 那有關心一下的風險 有沒有受到什麼想法 嗯 應該還好啦 對 嗯 嗯 那去清景澤是幫你過神秘嗎 喔 這前陣子 八月底的話是去過神秘 也沒特別拍什麼片 然後主要是帶家人出去玩這樣子 是你許願說想要去那邊 嗯 沒有啊 我自己訂 對 就想要自己訂就好 嗯 那老公有送什麼神日禮物嗎 因為我們的習慣是每年他都會做一本書 然後就是剛好是我們這一年來發生的事情 然後 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還有每一件事情跟他的感受這樣子 應該就是每一個階段的我們 然後 因為每一年的我們都不同的在改變 然後剛好這個階段的我們 都是剛好在為著 我比較重心放在 就是品牌上 然後 他最近也知道我花了 前段日子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那個 這次的聯名上 然後對 然後也是 就是他說不管怎樣就是會支持我們 然後讓這次都順利 希望這次都順利 以前二伯好像也有賣飲料 哦 你怎麼知道 弟弟嗎 還是你姐弟一起賣嗎 還是算你弟弟 我弟弟有開飲料店 對 以前 然後我自己其實好像大學有兩年 都是在飲料店打工 哦 那打工最怕遇到什麼 賣飲料的時候 單很多的時候 抱單的時候 抱單的時候 而且以前我們要藏茶筒 然後就是每天早上在那邊藏茶筒 然後那陣子都練到有肌肉 就是女生 因為有沒有那時候也 公主真的都只有女生 所以要把他抬很好這樣 那像這群人 他有宣布說明的那種挺增 這樣有稍微接近來過團結的嗎 有 就是大家可能跟他聊一下 但他們其實設置都還會持續 有活動的時候還好 還是會見到 嗯 所以你們能夠感受到那種 YT可能跟以前的流量 會觸及跟廣告 跟往年底的話 嗯 不太 我不太 創作者可能會來越難做 嗯 可能會有不同的國式跟方向 帶給大家 我覺得創作者都還是持續 一直有在創作東西 只是可能不同的國式 然後帶給大家新的東西 嗯 像你們會有動念說 也想說來個長假這樣 停跟什麼 停跟 之前有動念過嗎 不會 對 很多人問說 什麼時候要退休 好像是沒有欸 就是 他就是喜歡拍片 對 有幾片可能做到 一個粉絲跟一拍片概念 對啊 就是他喜歡的事情